花东地区成为了台风来袭的第一线 尽管30号的一早风雨还不算太大 但是花联七星潭的沿海 都已经出现4到5公尺的长让 而海巡人员也忙着巡逻 七星潭也拉起了封锁线 避免民众冒险来关让 一大早也能看见海边附近有民众关让 不过随着台风步步逼近 一二岸巡队的队员 北丛绣林乡 南道封冰乡 都派出暗巡人员到暗季拉起封锁线 七星潭安检站更拿出大声工 就是要告诉民众不要跨越封锁线 以免处罚 安检所所长姚建威表示 华丽县府在上午的8点已经公告警戒区域 安检所立即劝离暗季民众 劝告部厅将依灾害防救法55条 开罚5到25万元 因应台风影响 华丽县政府于上午8时 以公告警戒区域 本署立即劝离安检的民众并拉射封锁线 请民众勿靠近警戒区内 如劝告部厅将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 才罚5至25万元罚缓 气象属于估 这次台风将对花东地区造成相当大的雨势 随着台风脚步逼近 风浪开始明显转档 也提醒民众台风来袭期间 请避免岸边关浪以及水上活动 记者综合报道